北京男子爬山时捡到一只乌龟 养了七年才发现不对劲 警察上门之后直接将其带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还要从2012年夏天说起 那时孙先生和朋友约着一起去爬山 在爬山过程中 孙先生看到路边有一个小乌龟 小乌龟和手掌差不多大小 正在草丛里艰难爬行 孙先生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了 他蹲在地上兴致勃勃地观察这只小乌龟爬行 时不时拿着小树枝逗弄他 朋友们催促他继续前行 孙先生却有点犹豫 这四周没有水源 要是把这只小乌龟扔在这里 恐怕要不了多久就可死了 孙先生思量再三 决定把乌龟带回家养着 孙先生平时一个人居住 儿子在外地工作 父子俩聚少离多 孙先生一个人在家难免孤独 有了小乌龟正好帮他解解闷 把小乌龟带回家之后 孙先生准备了一个大缸 给乌龟做了一个舒适的窝 还从网上查阅各种养归资料 小乌龟很快就和孙先生熟适起来 孙先生喂食的时候 还好跟在他身后追赶 可孙先生发现乌龟有点不对劲 他在网上查到乌龟是杂食动物 能吃素也能吃肉 可他捡来的这只乌龟却像个僧人一样 只吃素不吃肉 起初孙先生以为肉太大吃不下 可即使打成肉末 乌龟也一口不吃 这让孙先生有点奇怪 可他并没有当回事 只觉得这只乌龟不爱吃肉 于是平时更加勤快地给他喂蔬菜 可没想到这只奇怪的龟 差点给他忍来牢狱之灾 北京男子爬山时捡到一只乌龟 养了七年才发现不对劲 不吃肉还长得飞快 警察上门之后直接将其带走 孙先生的乌龟十分奇怪 不爱吃肉光吃菜 就这样还长得飞快 普通乌龟生长缓慢 养个十几年才能长到脸盆大小 可孙先生这只乌龟 只用了三年时间就长得很大 而且期间一口肉也不吃 孙先生以前从来没养过乌龟 所以并没有发现这些奇怪之处 可好景不长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打破了孙先生的平静生活 孙先生在车祸中严重受伤 不得不将一条腿截肢 躺在病床上养伤期间 他除了哀伤于自己残疾的身体之外 还对家里无人照顾的乌龟十分担忧 为了让父亲心情好一点 儿子把乌龟从家里带到了病房 病房里的病人们见到他都很吃惊 他们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乌龟 而看到和乌龟举止亲密的孙先生 他们更是诧异地表示 从没见过把乌龟当亲生孩子样的人 有了乌龟的陪伴 孙先生的心情逐渐好起来 伤口恢复之后 医院在断口处安装了一副甲织 孙先生经过康复训练之后 已经能够下床行走了 顺利出院之后 孙先生过上了退休生活 每天除了照顾乌龟的生活之外 就是出门和朋友下棋聊天 就在他享受退休的悠闲生活之时 却不想到自己即将和心爱的乌龟告别 北京男子爬山时捡到一只乌龟 不吃肉还长得飞快 朋友上门后发现异常 打电话给警察直接将其带走 孙先生的朋友们一直听闻 他家里养了一只乌龟 但从没有见过乌龟的庐山真面目 一次和朋友下棋之时 孙先生突然想起自己 还没给乌龟喂食换水 便请朋友来家中参观自己的爱宠 朋友一看就傻眼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乌龟 再长几年都能当做起了 得知孙先生仅仅养了七年 乌龟就从手掌大掌到一米多宽 朋友觉得十分疑惑 他虽然没有养过乌龟 可也知道普通草龟 是无法在这么短时间长这么大的 朋友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之后 孙先生也有点好奇 两人在网上查资料寻找他的真实身份 而网上的资料让孙先生变了脸色 这是一种名叫苏卡达鹿龟的动物 它是国家规定的保护动物 禁止私人饲养 孙先生没想到自己捡到的乌龟 竟然是保护动物 可他养了这么多年 早已对乌龟产生了深厚的胆情 孙先生本想继续留着 可朋友一定要他打电话报警 孙先生自从受伤之后 腿脚已经大不如前 无法照顾乌龟 而且现在已经知道了乌龟的身份 继续饲养就是犯法 孙先生只得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察带着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上门之后 接走了孙先生养了七年的乌龟 安徽农妇在田间除草时被硬物划伤 低头一看竟是个金螃蟹 农妇将螃蟹缝在小孙子的书包上 没想到引起了专家注意 专家鉴定后说这是文物 价值高达两千万元 这到底是什么宝贝 安徽同龄的黄大姐是个普通的农民 家中靠着几亩田地维持生计 她每日都要去地里劳作 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在田里除草 忽然听到不远处的草丛里传来一响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便有一条蛇窜了出来 黄大姐大惊失色 扔下锄头赶忙往远处跑 没想到蛇竟然从她的脚边飞快地爬过去 把黄大姐吓得跌坐在地上 等蛇跑远之后 黄大姐支撑着爬起来 发现右脚上有一道伤口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划开一道口子 黄大姐起先以为是地上的碎石 举起锄头在地上扒了 没想到竟然从土里挖出来一个金光闪闪的物件 黄大姐把它捡起来 擦去表面附着的泥土 露出一个漂亮的小螃蟹 身体是一块粉石头做成的 爪子则是一种金色的金属 头顶上还有两个圆圆的白石头做眼睛 看起来很是精致 黄大姐把小螃蟹带回了家 小螃蟹吸引了孙子的目光 于是她和奶奶要来玩 黄大姐只以为这是一个玻璃和合金做的小工艺品 便大方帝送给了小孙子 还帮她缝在了书包上 安徽农妇在地里除草时捡到一只金螃蟹 小孙子带到学校后引起注意 还有人专门上门求购 小孙子得到新玩具之后十分高兴 带到学校和同学炫耀 大家都夸这只金螃蟹很好看 还追问她是在哪里买的 小孩玩够了便得意地说是她奶奶在地里捡到 去哪里都买不着 小孙子整天带着金螃蟹上下雪 挂在书包上一晃一晃的 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只螃蟹 但全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小玩意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直到一天下午小孙子放学回家 身后尾随着一个陌生男人 黄大姐被吓了一跳 还以为是个人贩子 她冲上去把小孙子拉回来 满脸警惕地盯着这个陌生人 男人发现自己被误会了 白白手告诉黄大姐自己没有乐意 只是来买一样东西的 黄大姐有点奇怪 她家只是一户农民 看她的打扮也不是来买菜的 那她要什么呢 男人说自己想买下小孙子书包上那只金螃蟹 黄大姐不明白一个染色的工艺品 为什么要专门上门来买 刚准备拒绝 就听到男人准备出叫五万 黄大姐被惊呆了 五万块钱即使到现在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更何况是在1985年 男人的态度让她有点犹豫 她没有立即答应 只说要考虑考虑 男人表示理解 并说自己是珠宝店的店主 想清楚了可以去市里找她 安徽农妇在地里干活时捡到一只金螃蟹 有人专门上门求购 专家鉴定后表示这是一件价值2000万的文物 珠宝店店主走后 黄大姐坐立不安 解下书包上的小螃蟹仔细端详 越看越觉得是个宝贝 晚上黄大姐的老伴回到家后 她迫不及待地和老伴说了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两口子商量了许久 觉得既然珠宝店老板会上门来买 那她肯定是宝贝 只是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 为了避免上当受骗 老两口给远在外地的儿子打了电话 让儿子给自己出出主意 听完事情的经过之后 儿子建议父母带着小螃蟹去文物局做鉴定 那里都是做考古研究的专家学者 肯定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 夫妻俩带着金螃蟹去了当地的文物局 鉴定之后发现小螃蟹还真的是一件文物 专家说这是一件清代的艺术品 粉石头不是玻璃而是碧玺 远眼珠是玉做的 爪子则是黄金打造 这件艺术品造型精巧 工艺精湛 按照当时的物价 大约能估值两千万 老两口被这个价格惊呆了 不过专家说这件文物需要上交国家 虽然心里舍不得 但他们还是把文物奉献了出去 为了表彰二老无私的精神 文物局给予了他们十万元的奖励 黄大姐高兴极了 没想到路上捡的小东西 竟然让自己发了这么大一笔财 这可比珠宝店老板出的价高多了 老人盖房不小心挖他狐狸窝 狐狸却赖在他家 老人无奈给狐狸修了个新家 狐狸慢慢和老人混手 还给他送吃的 老人遇到危险无人发现时 狐狸竟然出门去找帮手 家住农村的李大爷院子 有一户特殊的租客 他们没有钱只能用食物付房租 李大爷还乐呵呵地接受了 原来这户租客是一窝狐狸 提起这窝狐狸李大爷就有说不完的话 李大爷家里的老房子盖起来很多年了 他一直想翻修一下 攒了好几年终于攒够了修房子的钱 李大爷买其建材就开始破土东宫 他举起岛头对准了土墙 用力轮下去后土墙轰然倒塌 里头却露出了一个洞 李大爷掏开洞一看 里面色缩着一只小狐狸 原来这堵老墙已经成了狐狸窝 李大爷四处找了找 吃小狐狸了 李大爷把小狐狸抱回家 给他倒了一碗中午吃剩的肉汤 小狐狸躲在炉子边不出来 肉汤也不肯喝 李大爷有些头疼 他猜想小狐狸应该是想妈妈了 于是出门寻找母狐狸 可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 只得返回家中 没想到小狐狸已经把肉汤吃干净了 李大爷放下心来 找了件就衣服给小狐狸做窝 熄灯睡下了 李大爷睡得正熟 没想到深夜家中闯进一位不速之客 老人该房时不小心挖他狐狸窝 在自家院子里给狐狸修建了新家 人和狐狸当了邻居 母狐狸深夜闯入李大爷家寻找孩子 见到小狐狸毫发无伤才放心下来 守在孩子身边不愿意离去 第二天一大早 李大爷起床出门 推开房门却看到院子里蹲着一只狐狸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看样子他应该是小狐狸的妈妈 李大爷本以为母狐狸是来找他的孩子回家的 就把在屋里睡觉的小幼崽抱出来给他看 没想到小狐狸叼着妈妈的尾巴把他往屋里拉 一直带到原先装满肉汤的空碗边上 然后一大一小眼巴巴地看着李大爷 李大爷无奈一笑 只得端了两碗肉汤放到他们面前 谁让自己把他们的家挖他了呢 他只得暂时收留两只狐狸 吃饱之后又出现一个问题 两只狐狸的住处又成了问题 他们总不能天天住在李大爷的屋里 看着新房院子里四处堆放的建材 李大爷心里有了主意 他挑了几块废弃的边角料 在自家院子里给狐狸做了一个窝 两只狐狸在这里安了家 李大爷和他院子里的这户新租客相处得十分和谐 李大爷时不时把家里做的肉给狐狸倒一碗 狐狸也会把抓到的猎物分给李大爷一部分 人和狐狸有来有往 村里的人都感叹这狐狸真是通人性 好景不长 李大爷突然生病了 而他家院子里的狐狸却做出了一件震惊所有人的事情 老人该房时不小心挖他狐狸窝 为了补偿给狐狸修建了新家 没想到狐狸竟然救了他一命 狐狸搬进来之前 李大爷一直都是一个人住 子女都在外地 老伴也在几年前过世了 有着两只狐狸陪伴他 他觉得这日子也没那么孤独 只是他没想到狐狸不仅能陪伴他 还能在关键时候救他的命 天气越来越寒冷 李大爷一早就在屋里烧炉子取暖 这天晚上忙了一天的李大爷很早就睡下了 炉子里的蜂窝没烧着红彤彤的 屋里十分温暖 可危险也紧跟着来了 到了深夜之后 跳到李大爷床上拉扯他的衣服 见李大爷还没有醒过来 狐狸嘴上加大了力度 差点将他拉下床 李大爷终于醒了 他觉得自己头晕恶心 身上也没有力气 在狐狸的拖拽下跌跌撞撞出了屋子 然后一头栽倒在院子里 狐狸见状飞快地跑出院子 一路飞奔到村里的卫生所 值班的医生对李大爷家的这只狐狸早有耳闻 还跟着好奇的村民去李大爷家见过他 看到这只狐狸来找自己 医生马上想到可能是独居的李大爷出了什么问题 赶忙背上药箱赶往他家 及时地将一氧化碳中毒的李大爷救了回来 医生告诉李大爷烧炉子一定要开窗通风 李大爷后怕地连声答应 心里却不住地感激狐狸把自己喊醒的行为 自那以后 李大爷和狐狸一家关系更加亲密了